- 嗨大家好,我是Nu relo 2021年,哇,時間真的過好快唷 現在兩個月就要結束啦 那這個時期呢,你要怎麼樣不猶豫呢? 這個時候就要悠遊你的另外一半啦 有gic 另外一半就不會那麼猶豫啦 大概啦 但是呢,找個另外一半好時期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12月聖誕節 1月跨年 過年然後情人節 所以現在真的是找另外半最好的最好的時機了 那我今天受到了一個主打實體交友的配對公司 Picture Premier的邀請 然後來試用看看他們的服務 那我們就來填資料看看能找到怎麼樣的人吧 GoGo 好那首先呢要先進到他的首頁裡面 然後來填一下你的基本資料 理想條件 個性 好難學個性喔 我個性要選哪一個 那我喜歡溫和一點的 我喜歡脾氣好的 很簡單其實 填一些基本資料他就直接送出了 他有20萬筆配對資料耶 每個月800組成功約會 滿意度有80%耶 而且沒有假資料 哦聽起來蠻厲害的 還是我以後就 每個月不願意組出來 填完表單之後呢 再等一陣子的話 就會有專業的顧問跟我們聯繫的 那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就等待吧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拍拖約會吧的現場 我們現在就要去找顧問 來諮商一下我的 約會對象會是怎樣的人 那我們就走吧GoGo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拍拖約會吧現場 然後我們會有這個顧問一對一的就是來服務 我們這樣子 今天的顧問是Mita 嗨大家好 那我就要來開始邊寫資料 然後邊跟大家說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拍拖約會吧 OK 我們拍拖約會吧主要是做 線下實體一堆的約會服務啦 那來的單身男女都是比較想找長久穩定關係的 那我們有別於一般業界的一些交管道 我們這邊是有 會在資料的安全性跟真實性上面去做把關 那也會了解這邊單身男女的一些交友的需求 喔那這樣子真的是可以找到適合的對象 對 那我覺得我也可以非常期待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算是比較條件式篩選 那是百分之百的真人 然後百分之百的符合配對這樣子 欸那這樣子的話難怪 甜的東西比較細 超細的 真的細到不行而且很多 那像迷你如你自己平常 有一些其他管道會認識新對象 其實很難欸 說實話工作室真的超級超級忙的 除了在工作之外 就是打個電動 偶爾會認識一些新朋友之外 就是其實很難認識新的人 可是打電動不是會蠻多男生的嗎 可是就是網路的話 其實界線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其實打電動男生的年紀不一定就是跟你差不多 好那我就直接從對象好了 喔好殘酷喔 那我這邊問一下迷你如這邊 你自己啊有曾經遇過 或者聽過你覺得在初次約會 比較用辦法接受的一些事情 應該是聊不來這件事情 就是都要我想話題 然後或是真的太害羞之類的 我覺得會有點麻煩 然後再來我自己不太喜歡 對方遲到 約會之前你就會想很多嘛 所以我不喜歡那個等待的感覺 再來是 我超級超級不喜歡 有人跟我吃飯約會的時候畫手機 絕對不接受 因為我覺得 就是要專心的跟對方 就是好好的溝通 就才代表你真的想要認識他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是初次約會的話 自己都還沒確定說 你剛剛會是朋友或是什麼關係的時候 我是不是太喜歡有肢體接觸 因為你還沒有確定這個人 不太喜歡這樣子 還有一點約會我比較不能接受就是 很喜歡說隨便或是你決定就好 我自己覺得我 這樣不喜歡沒主見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 有一點想法跟主見 也比較會感覺比較有肩膀 其實你的條件算還蠻寬的啦 那我們接下來配對就是會 就是我們線上的donna系統 跟真人訪談去做一個交叉比對 他去幫你找到比較適合你的對象 就會把資料就是丟給你 那後續雙方同意就可以進行約會部分囉 所以我們又可以期待之後的約會對象 對對就拆禮物的概念 我也要拆禮物 現在就是已經準備好要去約會的路上了 特別穿的比較沒有 其實是因為冬天的冷 所以要開始穿比較厚的衣服 可是我準備一整套 等一下我還有毛毛的 可愛 就同衣色系的這樣子 好我們期待一下大家看到什麼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約會地點 然後我現在已經遇到我今天約會的對象 哇好奇怪的感覺喔 太特別了吧 這是迪倫 嗨大家好我是迪倫 欸你都不會害羞嗎 還好啦不太會了 啊好厲害喔 可能是因為就是他的科系也比較特別 剛剛小小的聊了一下 然後我覺得今天你找的環境很很棒耶 如果天氣要好點 我應該真的比較適合拍照之類的 我覺得蠻舒服的 真的很好看 而且剛剛好就是只有我們一組客人 我還想說不會是包場吧 沒有啦就是剛剛好 還蠻浪漫的 然後我們今天的行程的話 應該就是吃東西然後小聊一下 然後接下來再去其他地方玩 最後呢總體來就是 稍微評價一下今天約會的感覺怎麼樣 薯條奶烈 感覺還不錯 欸謝謝 不會不會 你說你是台大的 我是體寶上去的 體寶 那也很厲害耶 那你是哪一個運動場上 呃游泳 游泳 血卡喔 我的觀眾如果有女生的話應該會剪腳 哈哈哈 就女生來看裡面 喜好排名前前面吧 有嗎?游泳耶 游泳嗎? 女生不喜歡打籃球 或是踢足球之類的嗎? 蛤我覺得是游泳耶 是喜歡看上岸 不是不喜歡看那個比賽吧 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上那個衣服啊 看一下帥哥 還有跳水 對啊然後剩下中間就等他游完 我記得游泳選手的身材應該是最好的 還OK啊 我們今天也不會有脫掉一筆 好 讓大家放心 你知道為什麼要點這個燻鮭魚青醬嗎? 因為我喜歡青醬 又喜歡燻鮭魚 你在講廢話 對 我在講廢話 我們來分食一下 哇謝謝 不會 那我來加一下豐糖 喔你加巧克力喔? 你不喜歡吃巧克力 我吃黑巧克力 你不加甜巧克力 這算黑的吧 然後有點甜 哈哈哈 那我們接下來應該要去下個地方了吧 要去打保齡球 還是去鬆鮮逛一下 還是天文館好了 這三個 便宜圈 我覺得保齡球好一點 因為現在下雨了 不想去太遠的地方 OK啊 那我們就去保齡球吧 走 你有來過這裡嗎? 有啊 來過了幾次吧 真的假的 我也來過耶 我是因為工作來的 真的假的 我跟朋友出來玩 所以你會打保齡球嗎? 欸 還 等一下我過了 我不敢說我會打 我超爛 爛死了 欸 怎麼這麼重啊 我已經要打兒童了 要更前了吧 我要當第一個 我忘記怎麼玩耶 我是天才嗎? 還是靠自己比較實在 我 Χ 我這10磅 兒童專用 我這10磅 我這6磅 我這6磅 哎真的耶 親好多喔 要滑的 哇 太神了吧 還沒有 好 我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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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進去跑喔 欸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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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那今天整日呢 有沒有差不多到這個 階段要結束 你覺得怎麼樣 沒有好玩的啊 我覺得防復最好玩的 防復最好玩的 防復最好玩的 不是 是因為你碾壓我們 所以才覺得好玩 沒有啦 而且我感受到他的耗盾已經滿強的 嗯 有嗎 開紅吧 然後遊戲都可以引入 那好險我是玩遊戲不強的 那你覺得 如果今天1到10分 你要給走 1到10分喔 打個9分好了 9分 真的耶 對 耶 一定是感受到我的聰明才智 對 那真的很興趣耶 不會 那我也要打9分 因為我喜歡長好看女生 因為其實本來我很擔心 因為我比較怕生 我比較慢熟 慢熟一點 我是蠻惹的 真的 然後但是就發生 欸其實還蠻聊得來的 對不對 而且游泳不錯耶 哈哈 然後也覺得就是說 彈土啊什麼都很厲害 而且玩遊戲蠻強的 開心 優質優質 還蠻開心 就是今天可以有這樣 一日的那個約會行程 那這次約會的感覺呢 我是真的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有點緊張 但是就覺得說 嗯沒事 我就是放輕鬆去 好好的去享受這一段的 呃 新的關係 覺得挺有趣的 那這邊再次推薦大家 使用這個拍拖約會吧 使用後你就會發現 約會跟新朋友見面這些事情啊 就是真的是 非常有趣 很特別一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就是 現在同一個交友圈裡面 跨不出那個舒適圈 這個時候 是用這些 新的方法去認識人 真的還蠻特別的 假如說你今天真的 工作非常非常忙 像我一樣 就很難認識新的人的話 這真的是一個很 不錯的新的選擇 而且呢 因為我們看前面我們 是有就是先填寫資料嘛 所以還有專業的顧問會 就會諮詢 所以你就不用怕說 會找到就是真的 很奇怪的人啊 或是什麼 他們全都會幫你擋掉 再來就是我們 比較常用膠軟 他們很容易去找到一些 詐騙之類的 但是拍拖約會吧 完全不用擔心 它是有雙重認證機制的 所以你找到一定是 真實的人 而且你也知道 就是大家參加這個 拍拖約會霸員啊 每一個人也是 都要跟複文談的 所以就是會有 比較多重的保障 當然能不能認識的 比較長久 能不能真的走在一起 或是能不能有 比較長約的關係 其實都是要靠自己的 努力還有你給對方的感覺 但是呢 踏出第一步總是比較好的 好那講到這邊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的話 可以到我們資訊欄 填寫我們的表彈 然後參加我們的 拍拖約會吧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 和訂閱的頻道 訂閱的頻道 記得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